请许部长 来部长 同委了好 部长我想今天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 就是 现在在有些媒体上面 看到这个所谓印度 我们是不是要向印度来 这个引进移工的 这个议题 那部长当然我们看到你的 目前的一些回应了 那就是说现在是签MOU 但我想要先提醒的问题 其实移工的问题 一直都不只是 劳动力的问题 我必须说 我们过去长期以来的移工政策 里面 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缺乏的事情是 当我们要引进移工的时候 除了他被我们的产业 视或照顾体系 视为劳动力以外 他还是个活生生的人 人在社会上面 人在一个环境里面 需要非常多的 支持的体系 甚至会需要文化上面的 彼此的相容 或者是包容 我们过去在移工政策上面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只是把移工当作 单纯的劳动力 甚至好像只把它看作一个 劳动力的机器 所以他在各种 在社会上面很多的需求 反而会出现问题 会出现摩擦 甚至有可能出现对立 跟不理解 我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边 当然我不想要再针对 我今天没有想要针对说 哪一个国家的劳工 就特别怎样 我不想从这个角度讲 可是我只是想提醒 当我们在讨论到移工政策的时候 需要把它当作一个人在看待 一个人在一个社会 或一个环境里面 就算是不同 他自己原本文化背景的环境里面 都有很多 他做一个人的各种基本需求 这些基本需求 怎么样子能够在一个社会里面建立起来 这才会是减少未来移工在一个不同的工作环境里面 遇到冲突 我觉得最大部分 这是我想先提醒部长的部分 这个就是以人为本 但我这边想要问的问题 部长我现在接下来跟你讨论的事情是 我们其实现在都知道了 其实台湾要讨论这个更多的移工的引进 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部长我还是想问 这个是在我应该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其实有咨询到这个陈院长 其实就讨论到这个问题 下一张 部长我们现在连看起来要进个几万的移工 几千的移工难度都很高 但是部长我们怎么面对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数字 有33万的妇女 为了照顾家庭 可能照顾家庭的小孩 可能照顾家庭的老人 要离开职场 部长你怎么看待这个数字 的确在台湾 因为婚遇 因为家人照顾而离职 这个女性比例非常高 对所以部长怎么处理 我们现在就是认为说 如何让我们的妇女能够兼顾工作跟职场 那我们有各项的一个措施 去推动 比如说怎么样让 尤其是雇主端 对这些 妇女 比如说她离职以后再就业 她能够接受 在职场上 如何让妇女 她不会因为家庭的因素 而不愿意 没办法踏出家庭进入职场 部长这是我们的理念 那我现在问的事情是 劳动部拿出什么做法 因为这一个题目 这个议题 我其实已经几乎已经追踪了两三年的时间 我都持续的在跟劳动部问这个问题 但我们现在看起来 还是有非常高大量的女性 因为这个照顾的问题 必须离开职场 我要跟部长说 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 我看到很多刚生小孩的年轻的妈妈 你知道他们都在做什么 他们工作都在做什么 做网拍 做代购 为什么做网拍 做代购 因为那个时间比较自由啊 因为正常的职场里面 让时间非常非常的不自由 而没有弹性 所以他们几乎因为这个劳动的体制 而无法留在既有的职场 所以大家想办法离开职场以后 就去做网拍跟代购 来赚一点点 多的一点收入 所以部长我要问 我们的做法是什么 我说实话 我看到的状况是 在这几年的过程里面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实质的做法 我觉得极其有限啊 进展非常有限啊 所以部长 我们现在打算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33万的劳动力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的社会一面喊缺工 而且这些33万 都是非常成熟的劳动力啊 都是非常好的劳动力 就从劳动力的角度 可是我们就放个 他因为照顾的问题 他必须离职 然后我再来想办法找移工 再办法应付企业说缺工 部长怎么解决 那个包委员 这一题绝对不是只有 劳动部一个部会 能够来完全解决 不长 但那天陈院长跟我说 他有交代你了 交代我 对 院长跟我说他交代你了 你怎么很诧异的样子 他有说他交代一个政委 来召集相关的 部会来解决 我的意思 以我的部分来讲 我们这几年当然 或许在委员来讲 你觉得说 能够我们的进展有限 不过我要跟委员 进展有限是事实 对 是事实 我是说是事实 但是我的意思说 有些时候职场上的企业 能不能去调试 来配合也是一个大问题 部长 你的这个问题 我听了两三年了 你现在的这需求 我听了两三年 我现在问的事情是 至少就我们提出一个 具体的方向 育婴流停的制度 有没有可能来做修正 能够让它更弹性 至少这个架的制度 部分是劳动部主管的 我知道照顾的部分 跟卫福部有关 但架的部分 劳动部主管 你们有没有拿出方案 你们拿出方案 如果今天其他部会不配合 我们来找其他部会 但如果你们连方案 都不拿出来的话 对不起 这事情就会毫无进展 一直在 很多的两三年 就这样过去了 对 包括委员 那是育婴流停 那个是措施 不是价 那就是一个措施 所以我说 这个部分 因为我知道委员 还有包括家庭照顾架的部分 我都提出这个问题了 这个部分 包括家庭照顾架 家庭照顾架会牵涉到 要顾老顾小 其实是应该要一起 整体的去设计讨论 但是那个育婴流停制度的 零粹化 这个部分 我是认为说 这个部分恐怕就是要政委 大家召集 包括经济部 相关的部会 因为企业组这边是目的事业组 我们这边 只要 因为现在我跟委员 部长 你们有方案 你们有主张 再去请政委帮忙协调 请院长帮忙协调 如果劳动部连主张 连方案都没有 请问行政院要怎么来协调 至少提出主张 提出方案 我认为这是劳动部的责任 你们提出来以后 需要其他部会做什么配合 我们来找政委 来找院长 来配合 但你们一直没有提出方案 没有提出主张 这件事情就会原地踏步 因为方案的提出 还是必须说 有共识 我的意思是说 不长 方案你们可以提出 需要协调 找其他协调来产生共识 但你们不提出方案 不提出主张 就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放任这么多的劳动力 尤其大部分都是女性 继续为了照顾 而必须被迫离职 然后我们再来喊缺工 这是非常非常荒谬 而且多数的情境 我要再强调 这个状况再继续下去 我们的人口结构会持续的恶化 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只会越来越输 方委员这样子了 因为我们其实方案的提出 我们当然要来努力 但是我要跟委报 因为这是牵涉到 国家整体政策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今年其实有做 至少部长你们有没有内部的方案 你们可以至少要有内部的方案 在提报行政院帮你们协调 取得跨部会之间的共识 这是因为这个部分的主管 就是劳动部 今天劳动部再不主动 出击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在职场里面 这种种种畸形扭曲的状况 甚至多数的状况 只会持续啊 部长 这不能只是在等政委来而已啊 我这事情已经讲了 跟你们讲了两三年的时间了 对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 那我们有没有方案 至少在内部有没有方案 报告委 目前内部方案还没有 还没有 但是我们今年有进行一个委托研究 我们也委托研究 两年前你就这样跟我讲了 两年前吗 没有 两年前你们就跟我讲 你们会进行委托研究了 那今年是今年啊 今年的 那今年的委托研究 跟两年前委托研究 什么不一样 是 我的意思 我要跟委员报告 我们今天委托研究出来以后 我们会来具体的来请 我们的业务单位 来规划相关的 部长 我们的动作太慢了 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市政 非常多的事实 非常多的数据实证 其实就摆在眼前 我认为 劳动部应该要主动面对这个问题 提出方案 再去找政委 再去找院长帮你协调 而不是等着他们来开会跟协调 我们毫无方案 两三年就这样过去了 不是 报告委 因为先这个观念的工程 说这样的一个零碎化的 运流情 是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向 部长 我已经跟你说过 我接受事办 我不是说一下全面实施 你要先从路径上面 先事办 先小规模的来尝试 我都可以接受 但我们现在的状况是 原地踏步没有方案 连事办都没有 就是因为 没有共识啊 就是 你不提出主张 更不用讲后面有没有共识吗 你没有方案 怎么讲后面有共识 连方案都没有 你连举手都没有 至少你要跟行政院说 我举手 我知道这是个问题 我要求行政院来帮我协调 这件事情 才有后面的共识 连举手都没有 哪里来的共识 好了 我们会来 不然我是 因为我 你知道我非常非常严肃 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谈了很长的 我知道 但是 我认为 劳文部要在这身上更主动 如果我们 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难度很高啦 不然我 我想我们可以做 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去拖延 或去拒绝啦 不然 什么时候会取得共识 我知道这跟其他部会的态度有关 但部长 你应该要主动面对这个问题 至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这是你现在 你的整体劳动政策里面 遇到非常具体 而且大家已经看出 它是多输的状况 你也面对缺工的问题 你今天放着 我讲数字 33万离职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 降到25万人 降到22万人 你今天会减少多少 你还要去外面去想 移工 去想大大小小方法的压力 如果我们可以降25万人 我们可以替我们产业解决多少问题 可以减少你多少缺工的压力 这是你当前的事情 所以部长 不能再这样被动 我真的觉得这有点太被动了 因为我今天之所以这样质询的原因 是因为两三年真的这样过去了 我看到原地踏步 因为是那个关系 那个部长你就按照宏伟 部长可不可以至少在内部先 在两个月内提出方案 主席不好意思 部长两个月内提出方案可不可以 你要有路径不用全面实施 你要先事办 我都可以接受 但你提出方案 我们一起去找行政院 请行政院帮忙协调 请尊重好不好 可以吗 两个月内 提出方案 方案有点困难 但是我觉得 部长你觉得多久时间 你讲一个时间 三个月 三个月好了 好三个月 好 部长今天你承诺在这边三个月 至少先内部提出方案 要协调 跨部位协调 再后续处理 但你不提出方案 就什么都没有 三个月 好 谢谢部长时间承诺 谢谢 好 谢谢红文 谢谢部长